我叫小麦 爷爷曾经是为卖面了 我以为他的生活里只有卖 但没想到因为一件事情 改变了我对爷爷的看法 按锦元 再克制一次 装饭 但是可以拿上来 这个厨所 在冰箱上 要给你 拿一颗 但是 forming 用冰箱去冰箱 你是不是第一次吼? 多少?多少人的麵? 不就是一碗麵嗎? 我叫老麥 在我小時候 我的老婆 不明是我們一家伙子 老婆的每天做麵 讓我跟阿兄吃 要了吧 快吃飯 當然 你會真是 不知道有實的意義 你怎麼會送錢? 好吃的東西 拿來玩特製人的東西 你不敢叫老麥說 共事 你怎麼會沒看到阿嬤幾個? 肚早餓 我們現在還在送我們一起 那我們陪阿去找爸爸好不好 現在要做的分子一下 我的老伯沒文化,但是他給我最負責的財富,就是尊重牛室。 對牛室沒一點,經為感恩自情的人,就不算是一個人。 今天要跟同學們介紹的是食農教育。 我們要知道我們所吃的所有的食物,它是怎麼樣從土地來到我們的餐桌。 首先我們先講糧食的部分。 其實我們每天都少不了食,可是同學們你曾經想過說, 我們所吃的這些東西,它到底是怎麼來的。 它是怎麼樣從土地來到你的餐桌。 うぅううぅ。 ぅうううぅ。 うぅううう、おぅううぅ。 東京大學校高校和大学校去年。 10年活動高校高校和大學校高校美科, 日書館�μο公園、中砂華館搜尋地圖調 table 我們都是笑臉相贏 但在我的印象裡 爺爺只對我發過一次火 只是因為我當時不能理解的小事 但現在我明白了 每一粒小小的奶子 都是來之不易的 煮肉直至小清的酒 醬汁 很喜歡這條乳酪 雞酒